哈嘍,大家好,我是八九 前几天圣上不是出访法国 那一堆小粉红在郊区,欢哭吗? 看来啊,每一位移居海外的粉红啊 身体都是非常才能使得,对吧 而这一次啊,法国总统跟欧盟主席 圣上展开了三边会议 我看了这场对话 法国总统跟欧盟主席啊 是直求对决圣上,对吧 其中提到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 还有中欧之间要取得平衡 否则啊,我们也会展开相对应的制裁 其中提到对乌克兰啊 还有俄罗斯啊,以及以哈的问题啊 习近平是完全装傻,避重就轻 而这些问题啊 在上个月布林肯访问中国的时候 几乎都有提到 只是这个欧洲的名字换成美国而已 法国跟欧盟主席的态度啊 跟美国一样也是非常强硬的 而习近平啊,在台面上完全不敢把话说死 开完会后才发出什么联合声明 指出啊,你们这些欧美国家 别想利用乌俄战争 抹黑斩中国 还有东亚台海危机啊 也是庸人治疗 所以可见啊,这次出访法国 习近平也算是自取其辱一番啦 他以为这次出访欧洲可以取得什么 重大成就,伟大复兴可以为法国指名的方向吗? 人家大方向还是跟美国走的啊 就讲一个最关键的利益问题 欧美的利益羁绊 比较深还是跟你中共 美国的金融可以影响全欧洲耶 你中国的金融可以嘛 你能影响的就是那些买烂尾楼的小粉红啦 甚至欧洲好多的住房单位跟武力军火 都是美国提供的美军提供的美美式规格的 那这一侧走啊 欧洲会陷入俄罗斯恐慌 我们来看一段习近平装萌的片段啊 -as well as how to address responsibly the issues on which we have concerns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Madam President -Thank you very much, ladies and gentlemen - - 我是谁?我在哪?我要讲什么? 翻译呢?有翻译吗? 我应该怎么回答 还是说 我不习惯跟你们这些人平起平坐 为什么我要跟你们平起平坐 我在国内我都是坐C位的 我现在要跟你们三巨头平起平坐 不知道你是出现什么心态啊 而最关键的是习近平的身体确实出问题了 去年盛上到访南非的时候已经步履蛮山了 而这一次访问法国 步履蛮山的情形也是越来越严重了 但是央视的转播画面啊 把这一段通通剪掉 只有BBC等外国媒体 拍到了完整的走路画面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 走路有一点一剖一剖的 强忍的一种 好像膝盖痛还是哪里有问题的那种感觉 往前走一步 呃脚出过状况的人应该都会这样走路过 我以前高中的时候脚骨折的时候 在刚恢复的那段期间的时候 走路也是这样的 这个娃公他现在膝盖也不好了 对吧他走路也会这样的 所以不管是不是病症的问题 或是老化引起的这个步履蛮山 总之他脚出现的问题 他身体的状况已经大不如前了 而最关键的是如果是老化的话 属于自然现象对吧 那自然现象的话 为什么央视要把这一段画面给剪掉呢 因为啊在中共的传统价值观念里面啊 伟大领袖他必须是伟光正的 而还有一个画面是什么呢 欧盟主席啊 跟法国总统都使用现场准备的玻璃水杯 只有肾上不使用法国提供的水杯喝水 我们可以看到 他使用了自己带的黑色水杯 对吧 要嘛就是很怕被这个下毒 当然这个被下毒的不是说 哦法国或是欧洲的人想要对他下毒 可能会是自己人给自己下毒 然后你藉由这个机会甩锅给法国 因为这个水杯是法国提供的所以是他们啊 他们要负责 那要不然就是回到我刚刚前面讲的 肾上的身体出现的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不限于脚 可能有其他地方 需要喝一些特别的饮品调养身体 或是喝药物 所以使用黑色的杯子 不让媒体还有小粉红 看见这个水杯里面喝的是什么东西 去年啊习近平出访南非的时候 也是包下了他住饭店旁边的所有的饭店 对吧 而全部的家具跟餐具还有饮食 通通都是从中国空运过去 重新摆设的 这也难怪国民党会想舔弓 你哪怕只是当他的这个搬运工啊 哇这个回扣价差你都赚的 可能比在台湾十年还多了 而这一次最大的消息啊 我觉得是圣上的老婆彭丽媛 彭丽媛这次也是跟着圣上出访欧洲对吧 而就在此时啊 香港媒体星岛网发了一张 彭丽媛在近期参访了一间军校的图片 并且附上了文字描述是 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 专职委员彭丽媛 来学校调研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 那也就是说彭丽媛现在是在帮助 身上提拔一些有才能的将领高阶官员 筛选的这个关键人物所在 那旁边这个人啊 是中共海军专业技术少将 在海军工程大学的任职 也是主导中共电子弹射项目的负责人啊 那这意味着什么习近平是不是要把党天下变成家天下了 像花联网啊也试图把花联变成家天下 夫妻轮流做立委县长 哎我觉得你多跟跟习近平学一下 你还差的远了啦 以前这个毛泽东他老婆致意这个林青嘛 还有林彪 他也是把他老这些人安插对吧 而今年七月啊 大家都在等中共准备召开的第二十届三中全会 而他老婆会不会挂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呢 那按照惯例来说不太可能啦 但是现在掌握枪杆指的是习近平 不是胡锦涛也不是江泽民 所以很难说他会不会又打破了传统习俗 毕竟他都已经打破了最夸张的三连论了对吧 而网路上也是有小粉红在洗地说 哎这是AI的假图 但报导出来的媒体是香港媒体星岛网 他们家总公司就在香港 香港现在有什么国安法第23条法 你说他敢乱造谣习近平家人不死的报导吗 不然你想要粉红试试看 在中国的网路平台评论习近平的家人 你记得要标注央视人民日报等机构 不然你们这种边缘人的账号肯定没几个关注 没几个人关注你随便骂也没有人看得到对吧 所以如果这个消息或是这张图是AI合成是假的 那香港媒体星岛网这两天应该就要被法办 而且在发出这篇文章的一个两个小时之内就要被下架了 不会到现在还放上网路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圣上他们那些人 故意挑一些特定的媒体也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 最好是跟海外有点关联的这种媒体 放点风声是水温 假如7月以后圣上的老婆得到军职上的重大突破 就是比现在这种考纪委员更大的突破 如果如果是这样 那显然习近平身边已经没有什么人可以信任了 那之前这个李尚福、秦刚、征服司令、火箭军的 他都这么信任的人都可以背叛他了对吧 都可以把我准备要打台湾的军队治理的这么烂 还把我准备打台湾的这些讯息通通都出卖给美国 而他这次如果让他老婆当这个重要的这种监督的军职 那也是加深了加紧了他可能对台湾的战争准备 因为其他人不可信 我真的信你们都出卖 都出卖我出卖给美国 我火箭军要打台湾的王牌 结果里面的这个燃料好多都掺水不然就是空 当然网路上也有人说是2035年啦 因为中共很多教科书上面都写2035年要实现什么什么什么 昨天我就看到一张图是中国的学生 在自己的政治课本上写下来的 然后留到外网上 肯定不是台湾人自导自演 因为台湾没有这种教科书 对吧他访问的对象就写到 要访问八九还有陈老师还有中国的一些民运人士 然后访问的愿景就是在2035年之前访问我要打倒中国共产党 要承认台湾以及台湾人民的独立性 那他访问陈老师的话就是要退翻圣上 修改国旗为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 修改国号为中华民国 对吧然后共产党打入死老勇不得执政 当然啦他后面还有这个说什么 每一党最多连任两届如果有执政什么 这如此类的 当然因为他还是学生嘛 所以要很多这个政治思想上的这个结构性不太完整 这个没有关系的 他起码有这样的这个思想已经很不错了 因为其实如果一个好的执政党 人民志愿选他选得好的话 你不应该限他两届 任何民主国家都不会去限制某党 是不是只能任其几届不能超过几届 只有限定特地人对吧 比如说你这个人不能连任两届或三届 但是党可以 因为这个党如果做得好 透过民选的方式 这一任的执政党他做得好 两任做得好 那如果他知道自己第三任是不可能执政的话 那他第二任就绝对乱做 对吧所以当然他有很多结构性上的 民主的意思不是政党人体 民主的意思是让人民自由选择 有没有政党人体的机会 如果这个政党做得好的话 我们不应该强制他在法律的框架下 被政党人体 像是这个中国学生他有一点就是分得很清楚嘛 让台湾是台湾人自己的台湾 而不是中华民国的台湾 到时候台湾如果独立了 中华民国回去大陆 回去中国 对吧那就是中华民国与台湾国 两个民主的国家 所以我觉得这点是很好的 互相尊重 不会说哦 中国如果民主了 是不是大家都要中华民国 如果你台湾不要中华民国呢 那我无同你 你有走回共产党的老路了 你不跟我同意我就无同你 当然我不知道他这个作业部有没有交出去 如果有的话我们缅怀他 而中共国各学校老师 还是不间断的在给小粉红洗脑 你看外国都是间谍 对吧 你我身边都是间谍 结果这几天法国抓出一堆中国特务啊 而这条新闻在欧洲是越爆越大了 毕竟你中共大使恶秘书啊 率团在法国机场绑架这个反共中国人回中国 现在一些瑞典 丹麦 北欧的媒体也在报导这件事情 而最近英国新闻报导也指出了 他们抓到一堆中国间谍 偷走了英国国防部的现役军人资料 而还有这段 一名中国留学生粉红在海外支持欧美 通通要倒台 我们在问人们为什么在这里抗示? 因为我想看到英国的坏 什么英国? 从美国到以色列 这英国就是基督主义 全新的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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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很好笑 这名小粉红还说要解放波多黎各 夏威夷 因为波多黎各他现在是美国的属地 但不属于美国州的一部分 夏威夷他已经是属于美国联邦的一部分 非常搞笑,夏威夷是自己要公投加入的 那夏威夷加入之後,夏威夷提供美國聯邦軍事上的戰略地點,對吧? 那美國聯邦提供給旅遊資源、強大的福利 比照美國本土辦理,還有提高拉大他們的人均收入 而波多黎各一直想要取得美國的各種福利,想要變成美國獨立的一個州 但是美國不讓他們加入,因為加入對美國來說沒有太大好處,反而會拖垮美國 那像是龜亞娜他以前是荷蘭的屬地 但是龜亞娜那個時候啊,荷蘭問他你獨立好了啦 不然你在海外浪費我們荷蘭人民的錢去養你好像不太好 但龜亞娜他不肯獨立因為啊,你怎麼捨得讓一個金主走呢? 但是荷蘭就承諾說你十年內獨立,我花大錢給你 那龜亞娜最後才說好啦,看在你給我這麼多錢的面子上我離開你 給我兩千萬你離開我女兒,大概是這個概念 英國也讓蘇格蘭獨立也給過他們機會 只是他們人民自己超過半數,不要獨立 所以我覺得你非常搞笑 你中共有給香港、西藏、新疆、內蒙古搞過公投的權利嗎? 沒有耶,你就是屎巴著人家不放 鐵板一塊,你看人家荷蘭還說啊你太窮了你滾吧 結果你們是這樣,台灣人好窮喔趕快來吧,台灣人窮死了趕快來吧 呵呵,一點邏輯都沒有嘛 而且這個小粉紅,你想要瓦解歐美帝國主義 你人在美國,信不信你現在給你一本美國護照 你一定二話不說我願意我同意 你現在這個行為,我們放到中國老師跟中國學校的概念 不就是這張圖表上的 小心間諜就在你身邊的意思嗎? 中共跟小粉紅就是這樣啊 自己滿身都是屎 還說別人拉屎之吃不正確,不能蹲著拉 不能坐著拉 我們應該要躺著拉,邊拉邊吃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想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我是爸,下次見了,掰 都是我們要创在里面 我自己要做的 好嗎? 好嗎?